红灯往前冲 两个月溜车祸 禁止过冬症造祸 今天是结婚纪念日 你怎么忘记了 交代你的事情 怎么都没有做好 你是不是笨蛋啊 别这样骂你老公 你老公如果有这些见头 可能就是哦 所谓的成人的注意力不足过冬症 隔壁的王老师 就和你老公一样 有类似的症状 像我老婆就会 会常常抱怨我说 交代我的事情 就会没有做 或者是忘记做 最可怕的是 她因为这个病症 常常红灯往前冲 绿灯亮了又不弄 两个月就发生六次车祸 在生活中有很多 让她会觉得紧张困扰的问题 比方说她太太交代的事情 她老是会忘记 然后她工作的事情 没有办法常常按时完成 别小看 在台湾约有七到八%的民众 有类似的症状 那么多人有这样状况 那要如何改善 主要大脑内神经传导物质不稳定 影响到注意力 只要通过药物刺激增长 和行为治疗就可以衍赞 我们教了她一些 自己专心的小技巧 然后笔记的注意的事项 之后其实她太太也很开心地 回来陪她一起回诊 太太觉得 她被感受到她受重视了 所以她太可怕了 我看她不太太有力了 等天我来说 见渡戏 那一天 我们学习的宾 所以我们学习的宾 在南区里的宾 越来越炸了 倍增长 背景之外 你正在幻想过 顺痛压师 词